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 用最帅的姿势挑衅对手 然后被当场干报废 又到了每周末娱乐时间 我们今天再来回顾无常 全台上光速打脸的瞬间 故事开始 这位嘲笑对手拳头太软的小伙子 叫爱迪生米兰达 这是米兰达挑战卢西安布特 RBF抄中量级冠军头衔的画面 米兰达看起来非常自信 一举一动 似乎已经拿捏了比赛 可又有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 首回合比赛结束 卢西安布特走到自己的边角 米兰达也许没听见铃声 梦游一般溜到身后 吓得对手一个机灵 第二回合 米兰达全场紧逼 平推行进攻压迫对手 第三回合有意思的来了 米兰达垂胸顿足 玩起了心理战 两只手离开了下巴 不是下锤 就是在掐腰休息 仅仅两秒钟后 卢西安布特的左手上钩 狠狠击中了米兰达的下巴 米兰达不受控制 趴在地上 虽然挣扎着起身 还是一副被掏空的样子 卢西安布特三回合取胜 轻松未免 RBF世界冠军头衔 这位一言不合就尬武的小伙子 是小托马斯维莲姆斯 这是小托马斯挑战斯蒂文森的画面 第一回合 小托马斯就吃了闭门羹 被一拳塞到耳根迎来一次毒苗 第二回合 小托马斯反客为主 疯狂的大摆拳与犀利的上钩 给斯蒂文森带来了压力 小托马斯觉得自己稳了 两回合战霸 忍不住跳起了舞 这一跳差点把自己送走 第三回合 斯蒂文森也用上钩拳 环制其人之身 比赛进行到第四回合 斯蒂文森一拳打出水雾特效 这一下也敲碎了小托马斯的冠军梦 裁判简单独秒后就终止了比赛 斯蒂文森成功未免 WBC轻重量级世界拳王头衔 这位脾气暴躁 狠起来自己都打的小伙子 名叫罗柯 2016年5月7日 罗柯与迪亚哥德拉霍亚 进行了一场八回合拳击比赛 赛前就能看出两人的特点 一个是暴躁的平头哥 一个是人狠话不多 暴躁的罗柯打得挺狠 攻得挺猛 可无论是命中率还是命中数 都稍训一筹第二回合迪亚哥后手迎击 罗柯反向位移迎来一次独秒 这可把罗柯的教练密唐莫斯利着急坏了 回合期间生情并茂演绎积极数 罗柯似乎听懂了一股脑冲上去 几轮下来面部已经被摧残成这个样子 罗柯打得很顽强 多多少少也有点虎 处于下风 还展示了一波抗击打 一言不合就自罚三拳 让本就伤痕累累的面部雪上加霜 终于在第七回合 迪亚哥甩出一记漂亮的上钩 裁判于心不忍 叫停了比赛 救下了摇摇欲坠的罗柯 镜头一转 有请本频道的常驻嘉宾 这是最拳大师伊曼妞尔奥古斯都与埃伦韦斯特的比赛 奥古斯都竭尽全力 每一拳都是那么优雅 作为不骚不会打拳的代表人物 奥古斯都翻车并不罕见 只是这一次翻车的速度太快 奥古斯都手舞足蹈 带动了全场观众的情绪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最后一回合的最后一秒 奥古斯都眼看胜利在望 忍了很久的埃伦韦斯特 一通小连击 压哨送走了奥古斯都 从青云之上到泥土之下 只用了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所谓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这是格雷格杰克逊和惠特洛克的比赛 第二回合 惠特洛克的后手重炮抓到杰克逊的面部 杰克逊脚底一软 情况不妙 惠特洛克感觉自己要赢了 当着对手的面一通尬舞 万万没想到杰克逊竟然挺了过来 不久后就用一通组合拳 捣算一般 摧毁了惠特洛克的战斗力 以比之道 还师比身 获胜后的杰克逊也效仿对手 来了一通尬舞 暂且分享这五场翻车的小故事 同时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喜欢拳击与格逗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